好國際焦點來關注俄武戰爭 雖然白俄羅斯開戰以來一直跟俄軍同陣線 不過有一群白俄羅斯卻加入烏克蘭當志願軍 在烏克蘭反攻戰場上 有這麼一群來自白俄羅斯的士兵 一人準備彈藥 另一人把炮口對準俄軍位置 卻在這時候 炮彈打過來 這群隸屬烏軍的白俄羅斯人 跑進地洞避難 一輪炮戚結束 回到原本位置發動攻擊 儘管白俄政府公開支持俄羅斯 還是有白俄羅斯人加入這個卡里 諾夫斯基軍團 幫助烏克蘭奪回國土 烏克蘭從好幾個地點發動零星反攻 士兵頭帶著攝影機 記錄盾內刺客戰線 近距離交火 射完一輪子彈換對面俄軍機關槍炮火回擊 而巴赫姆特戰場也打得相當激烈 乌軍第三突擊旅 衝上壕溝 躲子彈 抓到機會 手榴彈發射器回進 光天化日下和俄羅斯交戰並不容易 因此敦內刺客烏軍還改裝法國凱撒自走炮 以及其他重型武器 但反攻戰果最顯著的並不在烏冬 而是中南部炸菠蘿熱 一口氣解放至少八座村莊 烏克蘭士兵在最新拿下的皮亞基哈特基 搜尋有沒有殘存俄羅斯士兵 士兵們看起來很有信心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每天也跟國民喊話 不要放棄 反攻還在打 但似乎為了鞏固時器 責任斯基並沒有說這次的反攻 其實是一場苦戰 沒有滯空權恐怕是烏克蘭反攻兩週還沒傳出重大戰果的主因之一 俄軍頑強固守 烏克蘭這波反攻 現階段只能慢慢來 而烏克蘭首都基辅又被俄羅斯30架的無人機空襲 不過全數被攔截沒有造成傷亡 原因是因為他們有三層防空網 劃破天空直直飛向敵軍 俄國飛官的第一視角更能感受空中激戰 這是蘇凱二五戰機 猛烈射彈打擊烏克蘭軍備 最近幾天俄國還PO出這段無人機空襲畫面 同樣也是主觀視角 俄軍無人機慢慢逼近敵軍 目標擊中 另外一個角度更能清楚看到 是烏軍的反坦克武器直接被炸毀 俄羅斯國防部不斷釋出類似的影片 強調俄軍的空中力量很強大 不過是真的嗎 前線的烏軍接受CNN記者採訪時 坦言真的倍感壓力 俄國空軍持續填給烏軍很多麻煩 尤其兩邊軍機在空中纏鬥的時候 烏克蘭飛行員也承認很難制衡對方 老舊的米格29就是烏軍現在的主力戰機之一 在空中經常面對的卻都是俄軍最先進的蘇凱35 而西方國家的F16什麼時候會拿到 現在還沒有明確的時間點 因此在那之前 烏克蘭在其他方面鞏固防空 絕對是重中之重 基輔上空20號才被俄國35架無人機入侵 其中32架被打下來 儘管傳輸有基礎設施被攻擊 但沒有造成傷亡 事實上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這一兩個月來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光5月烏軍就擊落了399架無人機 149枚許逆飛彈還有7枚匕首 極音速飛彈等等 攔截率大概落在八九成 背後工程之一就是它 像這套美制復仇者短程飛彈系統 仔細看可以在基輔外圍的樹叢裡面看到 它是包含在烏克蘭目前正在建構的三層防空網路當中 為了加強保護首都都會區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天空 烏克蘭效仿西方的三層防空系統的架構 基輔近城有射程最遠五公里的復仇者飛彈負責 中遠程則是由射程三到八十公里的美制愛國者飛彈守護 只不過烏軍也承認難免還是有漏網之魚 要達到近百分百的攔截率 歐美的軍援還是關鍵 日前烏克蘭國防部推特就PO了這段陸軍航空兵的宣傳片 慢牛油的音樂搭配展現軍力的畫面 似乎也反映了烏軍對防空越來越有信心 而這場烏俄戰爭似乎啟發了歐洲國家 還得再加強自家防空的意識 德國總理肖茲去年10月就號召歐洲國成立所謂的 泛歐防空與飛彈防禦系統叫做天頓計劃 這款德國製的Iris T飛彈就是天頓計劃當中負責中程距離 美制的愛國者和以色列的飛艦三型分別擔綱長繩和超長繩犯武力 天頓計劃光看張面軍備就很強大 現在已經有17個成員國加入 但歐洲大國的法國不僅沒有加一 還炮轟天頓太過依賴歐洲以外的國家 法國總統馬克宏甚至提出法國版的防空計劃 強大軍備應該要以歐洲製造為大宗 德國國防部部長則批評實在太沒有危機感了 然而德國法國兩大歐洲龍頭為了防空掀起口水戰之際 北約持續進行史上規模最大的空中軍事演習 代號空中衛視2023突顯歐洲紛擾之下 面對俄國威脅依舊展現團結 TVBS新聞這麼多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